- 欢迎来到阿特茶水间,我是薛阿定 - 我是阿诚 - 我是黄晏莹 - 这是第一次我们不用介绍来宾是谁,他自己先讲的 - 哦,实在吗? - 没有,要等Q就对了 - 也不用,很好很好 - 没错 - 那我们就不用多做介绍了 - 对对,那我们也不用讲展览了啦 - 好啦,那来打麻将啊 - 今天录完了 - 录完了 - 好,还是说一下 - 晏莹,黄晏莹他是这一次台北当代馆的展览 - 叫做宇宙多重的这张展览的策展人 - 不是宇宙多重,是多重 - 还是也可以 - 也可以啊 - 我当初在就是说策划这个展览的时候 - 在思考展览的名称的时候 - 就是有想到这件事情 - 就是说我要如何去提供一个主题 - 那这个主题它具有一个想象空间 - 嗯,所以就是说在名字上面我们就下了点功夫 - 就是说当然它就来自于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话题 - 就是多重宇宙嘛 - 嗯,那多重宇宙这个概念它就 - 嗯,是现在我们可以想象到很多 - 比如说像漫威的电影啊,这些东西 - 也就是说它已经把这概念解释得很清楚了 - 嗯,那所以我在命题上面就把这个名字 - 说稍微做个对调 - 所以就变成宇宙多重 - 那,呃,宇宙多重也可以 - 宇宙多重 - 或者是在设计上面你看起来也会像多重宇宙 - 嗯,所以它就有三个方向可以供你去 - 那个就是 - 阅读 - 嗯,对对对对对 -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啦 - 主要是说我希望这个展览看起来它不会太像是一个 - 就是单向性的沟通 - 嗯,对,它比较像是就是你爱怎么看就怎么看 - 嗯,对这种概念 - 那当然我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 其实并不是很陌生 - 其实很多展览都想做到这件事情 - 但就是说毕竟房展的命名这件事情 - 我就希望可以办到这件事情 - 嗯,对 - 那我想要讲一下我对这个展览首先的一个 - 首先一个我想要讲的事情 - 就是我想要确认一件事 - 是不是那个展场有一个卡片 - 对 - 那为什么我们都没有拿到卡片 - 哦,真的吗 - 哦,因为那个卡片呢 - 它其实是等于是一个门票的概念啦 - 但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当代馆的门票 - 它其实都设计的非常特别 - 嗯,那因为我自己本身策划的一个展览 - 就是说台电的公共艺术记 - 它就是有魔法卡这个东西 - 所以我都希望在我策划的展览里面 - 它可以偷偷的隐藏这个元素 -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跟当代馆的这个展览组 - 讨论的过程当中就会变成说 - 它比较不是主动给观众的 - 而是说你用索取的 - 好,所以要去跟那个工作人员拿哦 - 对 - 因为我一直路过 - 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是前面 - 我前面有两个有一对情侣 - 然后他们走过去之后工作人员说 - 哎,你们拿这个卡片了吗 - 然后我就想说 - 哎,对,我记得有卡片这件事情 - 然后他们就,他们就说 - 哎,还没拿,他们就拿了卡片 - 然后我就这样子走过去 - 然后就,他假装没看到我哟 - 直接无视我 - 然后我就想说 - 哎,奇怪怎么没有给我卡片 - 我就是走上去就看了上面的展览 - 然后再走下来 - 然后我还走很近 - 走到旁边 - 然后走很慢这样子走过去 - 然后一直这样投瞄他 - 有没有动手要拿卡片 - 结果他还是没有给我 - 哦,真的哦 - 然后想说好吧 - 我就算了 - 我就把这件事情拿到节目上来讲 - 小姐,小姐 - 不要不要这样 - 我等一下就不发给你们了 - 我是完全不知道有卡片这一回事 - 对,因为他就是单纯是for这个 - 就是另外一个艺术季的 - 就是观众们 - 他们可以得到这张卡片 - 那这张卡片它的效果 - 我们都知道 - 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卡片啦 - 就是说它很像那个宝可梦 - 或者是游戏王 - 或者是那个魔法风云会 - 这种战斗卡片 - 那这个展览 - 我们就特地为他生产了 - 那个游戏的一张卡片 - 当成门票 - 隐藏门票 - 应该讲隐藏门票 - 那它的效果 - 也是针对这个展览的一个主题 - 去设计的 - 所以它是一张很像限定版的卡片 - 它只有一个款式吗 - 一个款式 - 对,但因为它造价不菲啦 - 所以尽量是留给玩家这样子 - 对对对 - 因为我们尽量避免就文轩屏 - 就是看完就丢掉嘛 - 对它造价不菲 - 对 - 好了解了 - 所以大家可以索取 - 如果你是玩家的话 - 对 - 好 - 的确我们已经有玩家 - 就是特地去为了这张卡片索取 - 对对对 - 那这一次宇宙多众总共有七件作品 - 八位艺术家 - 那这七件作品也都有变成魔法卡 - 对 - 然后也是可以 - 就是透过一些方式去得到 - 对 - 好了好像上节目还卖关子 - 这样好像不太对嘛 - 就是一些透过闯关的方式 - 类似这样子 - 对对对对对 - 不知道我们听众有没有玩家欸 - 说不定真的 - 就是说不定已经有啦 - 可能有 - 只有我们自己在那边不知道 - 这个卡片 - 我觉得应该比较不可能 - 因为他的玩家的年龄层比较低一点啊 - 当然也有比较 - 有大学生也是有大学生的玩家 - 但 - 我不是很确定这个重叠率有高不高 - 对对对 - 好 - 没关系 - 反正有这个资讯 - 好 - 等一下会补给你 - 对 - 对 - 补偿我在那边就是假装走很慢 - 这样子 - 对 - 小姐 - 对 - 对 - 对这个 - 我自己手上不多啦 - 对 - 但主持人一定要给 - 对对对对 - 谢谢 - 谢谢 - 不不不不 - 谢谢 - 好 - 好 - 那么下一个问题是想说 - 请问一下您的星座 - 我的星座 - 我是水瓶座 - 我知道贵节目一定都要问星座 - 是啊 - 对对对对 - 所以我稍微查了一下我的星座 - 我是偏摩解的 - 对对对呗摩解的水瓶座 - 噢 - 1月23号 - 这样子 - 好 - 对 - 对 - 哎你根本没有说你现在在哪里欸 - 噢对我们现在在彦影家 - 哈哈哈 - 对阿特茶水间今天来到 黄燕影工作室 来做这个录音工程 对对对 不然 人家说厕所超干净的 嗯 阿德茨茜厕厕所超干净的 关黄燕影什么事 对 忘记补充 补充说明这些 这很干净 就是香香的 所以我以为是处女座 月亮处女 对月亮处女OK 对对对 好那等于没猜错 对 好 那身为策展人 有没有想抱怨什么 你都对于这档展览吗 就各种啊 可以这档啊 或是其他档啊 接下来的展览都可以 方便吗 这个就是说 就是说 如果说要抱怨什么的话 就是说 我倒是认为 很难讲出什么抱怨的话 因为 当代馆其实 在跟他们合作的过程当中 他们 主要在跟我做一些 展务的推进的 是他们的展览组组员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叫教育发展组 那这两个组别的组员呢 都意外的让我觉得非常专业 对 然后专业就算了还幽默 对 然后幽默就算了还不止一个 对 对 所以以前有过就是不专业又不幽默了 不要挖洞就会跳 因为这个洞太明显了 必须挖一下 真的 我有体悟到可能会挖洞被我跳 对 但就是说我是不会跳下去的 没关系 我有挖 你跳不跳就看你 对 但的确是大家都蛮厉害的 而且就是说 尤其是教育发展组 他们那几位管员们 他们的那个取益反散能力非常强 对 所以就是说 我会认为在跟美术馆合作的时候 策展人 我尽量不要做一个主导性太强的人 包括我在跟艺术家 在合作讨论的过程当中 尽量的都是维持一个 就是对等的对话关系 那就是说在组员那边的话 我也会希望说 因为毕竟他们是地主队 他们也了解整个馆的环境 跟他们观众的轮廓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 尽量的依循他们的建议去 做决定会比较好 那他们也都有感觉到这一点 所以大家彼此就合作 还蛮愉快的 对对对 是不是听起来很没有问题 对 政治正确 算是官腔 对非常官腔 因为最近做了非常多场导览 所以这个官腔是讲得非常好 信手念来 对信手念来就官腔 对 我想要说一下 我对艳影的第一印象 可是我已经有点不太记得 第一印象是在什么时候 但是我印象中 我常常在绝对空间看到你 然后我其实一直以为 就还没认识你之前 我一直以为 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大学生 真的吗 对 我先把他当成夸奖 好 是夸奖吗 是夸奖吗 像说 保养的很好 真的吗 真的啊 蛮好的 现在是要提供保养秘诀吗 有秘诀吗 如果真的说要提供保养秘诀的话 就是 每天早上起来喝一杯水啦 听起来好没用喔 喝一大杯水啦 那水有限温度吗 几度 倒是没有 不可能吧 就常温水 我起来就会很渴 就会喝一大杯水 然后据说这个 好像可以促进什么新陈代谢 拥抱青春 对对对 愉快的心 会不会是一个重点 愉快的心吗 我觉得愉快的心 跟个人个性比较有关系 它比较不是你强求就会有的 但就是说 严格说起来 它要比较像养生的 如果说我的日常有比较像养生的事情 可能就是每天早上一定一杯水 就这样 因为它某种程度变成一种习惯嘛 嗯 对 那就可能是这样 对 好 那我们来讲展览 我觉得我等一下要讲歪一点了 对对 现在楼要越盖越歪 好 对对对 那这一档展览呢 是从11月20到明年的1月23 因为我们这一档 这一集呢 会放在12月 所以还是会帮大家 就是promote到这个展览 那它展场呢 是在户外广场 跟室内展间都有 然后刚刚燕影有讲 是八位艺术家 然后也有结合一些互动 还有公共艺术的概念在里面 那其实论述里面有讲到对的词 跟感性单位这两个词 然后还有什么宇宙的地址是什么啊 然后开启想象 那可能它会有引发共鸣 然后会不会是 这个共鸣会不会是透过一些什么 日常经验 把它带到一些我们认知的部分 去观察 然后进而去想 跟这个艺术想象有一个对照 或者是这个方向 这个途径 也是艺术想象的一个途径 就是说这个部分 我刚刚讲主题的时候 可能就是错过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也是希望这个主题 它可以是一个提问 对就是那个提问就是说 当你看到这个展览 那你会去想这个展览怎么念 它是什么意思之外 当你catch到 是宇宙多众的时候 它就是个问题嘛 对不对 那宇宙就是说 我认为就是说 这个名词它很有趣的原因是因为 它是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很熟悉 可是我们又很陌生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宇宙 可是我们其实没有人去过 对不对 那就是说宇宙对你来说 就会是一个很大的空间 那就是说我认为就是说 当我们在思考宇宙这件事情 它的想象或者是它的 就是掌握这件事情 或者是观测这件事情 都跟艺术有点接近 就如果我们把宇宙换成艺术的话 它也会很有趣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名字就 闪闪发光了 它就对这个展览是这样 然后再来是说 我在邀请艺术家 在为这个展览生产作品的时候 我就希望 这些作品它都像是一个容器一样 也就是说 它比较像是如果观众是水 而这些作品是容器 那这些作品 在观众的参与过程当中 它就会改变这个观众 他对于自己想象的一个形状 对 是不是很抽象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可以 我自己的理解 就是刚刚因为说 那个宇宙我们都没有去过嘛 可是我们却又都在其中 就跟艺术我觉得都是有一点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 宇宙是一个非常遥远 然后很浩瀚啊 然后想说就是 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然后就跟民众 可能会对于艺术的误解是一样 虽然它有可能都一直 身在其中的这个感觉 怎么那么好好 怎么讲这么浪漫 但主要就是说 我在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 有某程度是跟 看展览的经验有关系啦 因为就是说 我认为现在是一个 内容大爆炸的时代啦 就是说 我们因为每天 我们的社群媒体 提供给我们太多内容了 所以造就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个能力很强 就是浏览 对 就是说我们其实很少在临视什么了 因为内容太多了 我们要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我们都一直在浏览很多东西 可是浏览它有个缺点是说 它会变成一个内在逻辑 就是说我们很像看乡图剧 乡图剧有一个优点是什么 为什么乡图剧它一直需要存在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就看那个会看乡图剧的人 阿公阿嬷 尤其是阿公阿嬷 阿公阿嬷有时候会看到睡着 我阿公就会这样 会看到睡着 可是他醒过来 他永远都可以接下去看 对啊 因为他的剧情大概都会是差不多是这样 也就是说乡图剧所必须要存在的原因 就是说他可能需要度过这段时间 透过戏剧 然后他的剧情就是可能 他都会有固定的调味料 去增加他的戏剧张力 但就是说不管你在那里睡着了 只要你醒过来 都可以可以遇到刚刚发生什么事情 但他相对来讲 他就会在开发上面 他就比较没有开创性 对 或者是可能要再过多的效果 会让我们觉得这个有点太多了 那我会觉得就是说 这就是一种浏览过程 那我会想说 就是这个浏览的内在逻辑的深层之后 就会造成我们 如果对于 太过于不熟悉的事情 我们就会选择跳过 而不会选择再仔细的欣赏或端详 所以我就会希望 就是说 这个展览它提供的也是一种 就是在浏览跟临时之间的角力 干嘛呢 对 对啦 但就是说我可以再补充一点 是说 当看作品的话 你可能感觉不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 因为这些作品 其实我刚刚说过 它就是容器嘛 对 那其实就是说 它比较像是一个需要民众参与的 需要观众去参与的 也就是说 它要有人在里面 它的那个景观才会有趣 对 因为它会有人在那边 用你不知道的方式去玩 对 那你会重新诠释你看到的事情 比较像是这样 嗯 对对对 其实里面有很多件作品 都是互动性很强的 对 然后还有加上临时的 这个词汇的话 像是那个江中伦跟那个 临建制 对 对 他们的那个机动性其实很强 然后 它也不是只有 因为它展场里面有写说 可以透过人去移动那些物件 然后把它摆成他想要的样子之类的 然后它有说尽量 可以的话 好像两个人一起行动 所以它不只是一个 人 它还可以再介入更多的人 然后再去跟有 这个作品有更多的互动 对 然后还有像 那个 都忘记名字 像叫盛伟的他也是 就是你要去采动它 它那些东西才会动 不然你只是 就是在那边观看 你就会以为是一个完美景点 因为又是粉红色 可能大家就会觉得 哦很好看 这样这样的 或者是到外面 一开始我们要进展场之前 就已经有两件作品 等着你去那边发生 一些关系 对 然后其实我会觉得说 像 呃 因为我是从 呃 正门的右侧 过来的 所以我先看到那个 廖建宗的作品 那他的作品 我觉得觉得有点 像是一种启示吧 嗯 就是 呃 因为他 他的作品一直都有那种 就是要骗不骗的 那种去 就是让你 觉得好像 那是真的 但是他不是真的 东西 但是在这一次 我是觉得他有一种揭示 或一种开启的意味 就是 透过现实的那种旋转木马的印象 意象 然后去结合 那些废弃的东西 然后 但是你 旋转完 他并不会有那种 彩虹泡泡出现 然后 他也不会 有那种 很光鲜亮丽的色彩 在旁边打光什么 他就是一个 已经 呃 废弃在那边的东西 然后你 你坐上去 然后在那边围绕 然后就 就结束 但是那个过程好像 我觉得还是有点 呃 去打开 某一种 感知吧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对 然后所以我会觉得说 在作品的排序上面 他是不是有一个用意 嗯 哦 如果说是讲到 展览动线的话 的确 也是 就是这样子去考量啦 就是说 廖建宗的 运转生活的终点站 这件作品 就是说 它是一个用 废弃家电做成的 旋转木马嘛 对 那我们都知道 旋转木马 它大概都会有个主题 比如说 童话故事的 对对对 或者是太空的 嗯 或者是西部牛仔的 嗯 对不对 就是类似这种主题 那 其实简单的讲 就是说 呃 艺术家他把这个主题 换成 废弃家电 嗯 那他就会有一个预言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 呃 在艺术里面 象征性是一个 很大的 呃 区块嘛 嗯 对不对 就是说 艺术家操作 象征性 这件事情会变成一个 艺术家的风格 嗯 或者是艺术家 他的 个人特质 那 就是说 他在这件作品里面 他的确就在 很多象征性里面 产生碰撞 对不对 就是呃 包括 我们对旋转木马的 既定 印象是那种 美好的主题的 嗯 粉红泡泡的 他把它转换成 呃 就是 废弃家电的 我们可以说是现实 嗯 或者是文明的代价 类似这种概念 嗯 所以他 他单看 这件作品 他就是一个 象征性 很饱和的 的雕塑了 嗯 然后更何况 更遑论 就是说我们坐上去 在玩 亲子 哦 同乐的时候 哦 他的那个 隐喻性跟风之性 其实都会 产生出一种幽默 嗯 对 嗯 那就是说 在展览动线上面来讲的话 就是说 呃 户外作品主要就是为了吸引 经过的观众 嗯 对 所以 户外的呃 三件作品呢 应该算两件半 就是说 除了廖建宗的运转生活的 重点站之外 还有王仲坤的摇摆笛 嗯 然后还有这个 江中仁跟林建制的这个 黑梦 黑梦有三只大只的 放在外面 那主要就是说 他在那个呃 廣场上面 就是路过人 他会呃 吸引他们注意 嗯 对对对 那如果有观众在 就是 参与这些作品的时候 那会更吸进 嗯 主要就是这样 那就是说走进去 往室内空间走的时候 第一件作品就会是 郭亦成的这个 日想 哎 郭亦成的先锋计划 哦 对对对 对对对 然后 郭亦成的先锋计划呢 他就是一台用老旧牛车 所改装成宇宙探勘车 的一件作品 那就是说 郭亦成 他是一个很喜欢太空的艺术家 嗯 所以他对于很多太空事件 他都非常着迷 嗯 所以他在这次提供的作品里面 就是说他用他家里面一台已经废弃很久的农耕车 嗯 然后去改装 嗯 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一看路上会有一些人 他会把他自己的轿车改成赛车 嗯 对 明知道就不是赛车 还是把他改成赛车 他就是有一种 呃 会在坐上去自己的车上面的时候 有一种车手的快感 嗯 对 那某种程度就意味着一种浪漫 那艺术家在当中也是 引用这种模型 去面对这个造型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探勘车 是不可能在宇宙中生存的 嗯 所以也就是说他只有造型在讲话 嗯 但是在造型讲话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去面对一些 如何吸引别人的呃路线嘛 嗯 那所以说他就在上面安装了一个 找电装置 他就是说在这个装置里面 有那个绿色的呃 你会看到如果你到现场去看的话 你会看到他有那个两根 一根透明的一根绿色的管子 然后一直在冒泡泡 嗯 那个就是一个找电发电装置 所以那台宇宙探勘车 他就是靠这个方式在发电 然后可以让你弹keyboard 嗯 然后有时候会收听一些电台 嗯 那有时候会放出那个 他从那个美国NASA所提供的 那个 录制的宇宙的声音 嗯 然后他会播放出来 然后进而他把这个展间 就是 的背后的窗户 弄成像一个很巨大的月球嘛 嗯 就是说 艺术家就是在在的 希望你 可以透过这个视觉 然后去 尽量的想象自己在外太空中 嗯 对 那 那我把他当成第一件作品 那第二件作品就是呃 张辉敏的日想 那张辉敏的日想 就是说 他是一件呃思考时间的装置 那就是说呃 这个装置上面他呃 呃我们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个很大型的圆球 圆球立体的装置嘛 那有光影的变化 那这个装置上面他装载了24颗就是光感装置 然后他会一直旋转 然后他使用的是这个呃 早期我们古代人的时钟叫做日轨 嗯 对日轨就是说我们有句成语叫立竿见影嘛 嗯 对就是一个竹竿插下去 然后看太阳 他的运转 所以那个竿子的影子就会指向现在极点 嗯 这个概念进而衍生出 古代人他就是用日轨再当成时钟 然后他就是用日轨加地球椅的元素 然后呃创造出这个日想 那这个日想呢 我们可以知道那个空间 他就是忽明忽暗的 嗯 然后有声音 那这个声音他就是随机 透过这个光影的变化 在产生声音的 那每转一圈大概是两分钟 对 那就是说艺术家在思考 就是说他是希望提供一个 透过让观众去观赏光音 进而忘记时间的机会 嗯 对 那就是这两件作品 我把它摆在这两个空间 在室内里面变成前两件作品的原因 是因为 呃 我 呃 我们知道中文的字译上面来讲的话 宇宙这两个字呢 宇宙的雨代表是空间 对 然后宙代表是时间 嗯 所以就是说郭一成的这个异象 他代表就是一种拓展 拓荒 或是空间感的这个概念 嗯 那他就代表宇宙的雨 那张慧敏就代表宇宙的宙 也就是时间 所以我就把它室内空间的这两件作品 就把它变成 呃 宇宙 这两个 象征着宇宙这个东西的一个 坐标 嗯 这样子 嗯 然后 然后再往里面走的话 就会 我想先问一下 郭一成那个展区 他有禁止是 当代管本来就有 本来就有的 哦 对对对对对 因为那还蛮扩张的 对 是把那个空间有更大 对就是说使用这空间感 对对 也比较像 有点像一个新车展示会啦 对 我比较想问你们真的觉得 美国有登月吗 哦 哦 对不对 不是有那种阴谋论吗 所以你们是登月派的还是 我觉得应该是有去过吧 只是那个影片可能真的是假的 其实我不在意 反正就大家去吵啊 跟我辟齐 就是很 很神奇啊 好没事 其实 其实从刚讲的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 相信浪漫与否的事情了 对 我是希望这个争论一直下去的那一种 对 就是我是没差 反正你们自己去想 对 反正你也 反正你也不会想去月球 我也去不了 不一定哪里后可以星际旅行 我可以自己登月啊 就是 你说是摄影棚吗 就像是2022年要跨年一样 我就自己写2022之类的 哎 灯这样 哎 就跨上去 对 很快 还有另外一个是像那个张辉民他 那个音响 是他自己做的嘛 那个外形 石头的外形 对 哦 他就是 我可能还是去环球影城里面拿的吧 哈哈 台南公园也有那个造型的 那个音响 我真的吗 他看到觉得很亲切 那我可能收回刚刚那句话 也许我不确定 我没有去 我没有去查证这种事情 对对对 艺术家认为对的就对了 对 有时候车展人是不能多说话的 根本还有土 我去看一下好了 对对对 搞不好还有灰尘 对 所以这两件之后 就是到 哪一个作品 突然忘记那个顺序 是 郊胜伟的吗 过来是郊胜伟的 极地的共鸣 对 那郊胜伟极地的共鸣 就是说 他就用这个白色的铁条 去焊接出这种几何冰山的造型 那就是说里面会有一些粉红色的物件嘛 那这粉红色物件全部都是回缩来的废弃物 然后他是用粉红色去去除掉那些藏污跟气味 所以他不是用水泥气 他是用油漆 去去除掉那个气味 所以你在影像上看起来他会有粉红泡泡 可是事实上你在空间里面会闻到一些油漆的味道 对 那就是说这当中就是 我们这样讲 就是说毕竟现在是一个展示社会 就是展示的时代 所以就是说很多时候你看照片就知道展览在干嘛了 可是我都觉得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说美术馆他毕竟 还是提供一种现场感啦 对 他提供一个现场 让你必须要亲身去 你的身体感可以去测量 我觉得还是美术馆一个没办法被取代的东西 那在极地的共鸣 焦升伟这件作品里面 他就会是一个 我觉得蛮有代表性的一个过程 因为他在造型上面是一个几何冰山 那里面有一些看起来是废弃物的东西 那就很明显的 一定是跟环保议题有关系嘛 但有趣的是那两台脚踏车 所以那两台脚踏车它代表两个音阶 那一个音阶是有点像是那种卖 甜筒的那种拔布的那种叮叮叮的声音 那另外一个就是会整个敲打整个冰山的声音 那就很大声 所以平常是尽量用 就是说如果特别活动的时候 才会请观众上去发出那个声音来 那艺术家在这当中他就是希望透过 因为他本身就是雕塑出声的 所以他就是在这一次的作品里面 他就是做出一个 我觉得不错就叫警钟雕塑 就是说敲响一个环保警钟的雕塑 这样子 我去的时候只有一台脚踏车是可以骑的 对因为另外一台很大声 而且我去的时候你有骑吗 我一走进去那个志工阿姨啊好热情 然后他说来这可以骑你赶快你上去骑 然后就好 然后就上去骑给他看 哈哈哈 被硬Q 服务大家啦 对对对对 但那个骑起来其实 呃他很容易绕练啦 对对对 所以今天就是大家知道意识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 我是不是好像不应该讲这种话 应该鼓励大家骑才对 鼓励大家去体验啊 对对对对 但热练的话就是那个志工阿姨应该会去弄吧 他们应该很会弄热练吧 对大家好像听说大家很会弄热练的 对哈哈哈 因为这个过程 欸接下来就是姜忠准他们那一件 嗯 然后其实我是对就是你在在那个影片里面有说到 就是这个具象 这个比人还要大的这个呃东西出现的时候 我自己会也会觉得说会是一种奇观 因为我对于比我还要巨大的东西 其实会感到有点畏惧嗯对 可是我觉得是蛮算是蛮正常 因为他已经超出我可以呃接受的范围 他就不是一个很好容纳到我感知里面的一种呃空间 或者是一个形式了 所以呃他会有一个奇观感 但是那个奇观感又很快可以进入到新的想象里面 嗯对然后而且呃不管是空间装置或是公共艺术等等的 那些都蛮有这个就在这个展览里面其实都蛮有达到这个效果的 呃而且呃在江中文他们跟那个林建制他们的作品里面 其实这个奇观感是可以靠我们自己去堆叠出来的 就不是艺术家给予你 然后你可能呃他会比他们的互动性会比呃像 呃呃江胜伟啊或是那个廖建宗他们的作品更来的可变性又更高 而且那个参与度可能又再提高的 嗯我是觉得蛮有趣的啦 但是我们没有在户外看到他们的 我们在对啊我们没有在户外看到 有 还是他不是在 他是摇摆底旁边呢 嗯 对没有看到哦 哟很大很大一个黑色的等一下给你看照片子 还是太黑 哈哈哈晚上没看到 他们有用那个黄色的纤维起来啦 就是希望他们呃观众可以在那个他们指定的区域里面玩这样就好了 嗯嗯 对对对因为怕不见嘛 哦 对对对 是会不见去哪拿去搭捷运 哈哈哈哈 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那个 江胜伟隔壁那一间那两只小只的才会放室内 哦 因为那个可以搭捷运 哈哈哈哈 对对就是这样 那他们就是可以互相组合啦 哦哦 对组合会组合出一个超大的东西 那其实就是说展览进行到这个时候 差不多快要一个月 他的那个排列组合有时候真的是大家看到会笑死 对所以观众的那个还没有看过一模一样的组合 嗯 对那个还蛮有趣的 那就是说艺术家 就是用一个很古典的雕塑的概念在操作这件作品啊 嗯就是说雕塑 我们都知道有巨大神像的存在嘛 嗯对说人类为什么要创造巨大神像呢 主要就是说用一个在造型上面超过你身体太尺寸太大的时候 超过你身体尺寸太多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压迫感 嗯 而压迫感进而产生近卫 对这是巨大神像一个很古典的操作手法 嗯那所以说这件雕塑它就是用这个元素 然后再加上你在视觉上看起来它好像很沉重 可是事实上它却很轻盈嗯然后可以被搬动 然后去制造这种身体感的特别经验 那其实它也不是什么很特别的经验是说它就是积木 你们也可以把它想成积木 嗯就是说在呃我们使用积木的这个经验当中 旁边人在看你在玩的时候你就成为那个景观 嗯那个很有趣那很像在重演某一种快种某种历史 嗯你再重新塑造一个神像 类似这种概念 对嗯嗯你有去玩吗 我没有搬呢因为那有两个人他上面写要两个人 哈哈哈哈所以你是自己一个人去看 我自己一个人去看哦那很可惜 自己一个人去看我还而且我在那个马路边 我还有点不太敢去做那个旋转木嘛 哦因为真的是大家都在看 我自己一个人坐在上面然后这样子然后全部人都在看 觉得有点干 有点尬有点尬 对是不是有点尬 可是可是可是我我在那个网路上看到有人 就是因为呃安全问题的关系 所以下雨天不开放啊前阵子台北一直下雨 哦所以那个有很多观众就想来玩都做不到 哦所以他们就自己就是小朋友坐在上面 然后妈妈就拿着手机然后就绕着那个拍 假装在转这样 啊太太太那个了吧 很认真耶 要post妈妈post现实动态 哎那讲到这个我就来讲到我看到了一个奇观 好我因为这个当代馆他其实楼上还有另外一个展览嘛 对然后上面有那个 上面有那个有一个作品是李亦凡的 李亦凡的李亦凡就是一个大型的 然后是有点有点 Mapping 有点反正他就是会固定时间会播一段这样子 会投影 然后他就有一些小剧情 然后呢我就看到有个可能就是爱好艺术的888 他就带了两个小朋友就是大概幼稚园哦 然后他就他就带那两个小朋友去看那个作品 然后那两个小朋友已经被李亦凡的作品吓到快烂掉 就是已经很可怕 因为他就是有一些就是眼睛在那边啊 然后牙齿啊 然后讲话就是什么紫色是法师的颜色 冰冻树 然后小朋友已经哭到不行 然后我在旁边已经想说 这爸爸应该要带小朋友出去了吧 他们已经快吓死了 然后结果爸爸就很认真在那边看 然后也没有要安抚那两个小朋友 我想OK真的是很爱艺术的一个 就是他真的坚持要看完 结果我看完楼上的展览 我要走下去 我要出去 我要去搭捷运的时候 因为外面就是有那个 那个运转生活的终点站 跟摇摆底嘛 然后那爸爸就整个把小朋友推到上面 逼他们做旋转幕嘛 然后小朋友在上面没有灵魂就这样子 做 然后爸爸在下面就拍好开心哦 然后爸爸还逼那个小朋友去摇摆底上面就坐着 然后爸爸在那边狂推那个摇摆底 然后工作人员在旁边说 诶还是要注意安全哦 然后爸爸就推超大力 然后那个笛子声音 然后爸爸就旁边这样子拍拍拍一直录 然后说好来 哥哥下来换妹妹 然后妹妹上去 然后又在狂推那个摇摆底 我想说爸爸要不要注意一下 看起来就是一个很认真在经营自己 社群媒体的 知道小朋友要去要做些什么事情 对 对就是一个小插举 我最旁边看了也是快笑死 不过这样说起来的话的确也是 呃我在策划这个展览的时候 真的真的就是在思考 你去看展览其实 比较不像是在看作品 比较像是在看观众啦 哦 对 这个是我认为 我比较在意的 嗯 是看到什么观众 嗯 有趣 对对对 好还是跟爸爸说那个摇摆底要小心 不要推太大力 对 小朋友在上面整个就是 泰山耶 泰山 哈哈哈 会惊恐哦 对对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苏惠宇的作品嘛 嗯 其实我 因为他有那个三 欸两个影像还是 三频道 对三频道 其实我现在就对于那个多 多频的影像对于就很好奇 因为到底是为什么他们需要到多频道去 把这件作品完整化 那那就是另外一个思考 那但是呃 在苏惠宇的作品 因为我没有看过他其他以前的作品 嗯 所以我也不太了解说 他这一次的脉络是怎么样 嗯 就是说多频道 录影像装置 他的使用方式不尽然都一样 嗯 就是说大家呃 每一个导演 每个艺术家 他们操作这个形式 思考点不尽相同 但有一个可能可以帮助大家 get catch到这个形式的可能 就是说呃 当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萤幕嘛 嗯 单一萤幕 那我们都知道拍电影有所谓的 分镜问题 嗯 那我们可以思考的是说 这个 一般的电影 它是一个惯时性的分镜 嗯 也就是说我们第一分镜出来之后 才会第二分镜 第二分镜出来之后才会第三分镜 那 但是就是说三频道或多频道的 录像作品 它就会比较像是共识性的分镜 对 那也就是说你在观看这些 呃 录像装置的时候 它是多频道的作品的时候 它 就会变成是你自己去拼凑那些分镜 对 就是在观看上可以提供 大概可能是用这样的方式去 看 嗯 对 那 那 就是说这件作品 它放在我这个展览的 动线的最后一件作品 主要就是说 呃 在你经历完整个作品之后呢 那 我希望 呃 它会有一个东西 你可以做下来看看 对 那 主要的未来的冲击 主要就是说 它是 呃 它在他 呃 爷爷的书柜上面发 发现了一本书 叫做未来的冲击 嗯 那这本书呢 是1970年代 有一个美国的未来学家 那 叫托勒佛 他所提出来的一个理论 嗯 那 因为当时70年代是一个 就是工业经济都很高度发展的时候 这样都起飞嘛 嗯 所以他就在在思考 就是未来的人 他呃 会面临到什么处境 而 就是说 他里面就有提到一句话 我就觉得 很 心有气气焉 就是说 呃 未来的人会因为我们 就是会因为 处于过多选择 而造成每个人都是异乡人 那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异乡就相较于原乡 就是说呃 就是故乡的问题嘛 嗯 就是说 故乡也就意味着你熟悉的东西 那也就是说 未来的人会因为我们 面临的过多的选择 而造成 即便你身在故乡 都像在异乡 因为你的选择太多了 然后这是1970年代提出来的概念 那我们就现在就处于 他所讲的那个未来 嗯 所以他呃 这件作品 我就觉得放在这个展览里面 会很有趣的原因 就是因为呃 我们现在就处于那个未来 嗯 那这一件录像 大家看看 那跟我们现在的现实 做一个对峙 那有什么差异性呢 如果有 就大家觉得有一些呃 雷同 或是有一些差异 那就好像在看一个平行时空 对 所以我会就就是 我就邀请他来 用这件作品 然后作为展览的最后一个 作品 嗯 嗯 大概是这样 所以是不是说作品都讲完了 对 所以可以讲歪的了 可以啊 哈哈 那我先问一个 就前几天而已 12月5号 对 没有去做故事导览 对 所以他到底在干嘛 哦 因为就是说 当代馆他会有一些亲子 讲座的安排嘛 嗯 那他们就希望说这个展览 其实蛮适合亲子 一起去同游的 所以 就是就希望说 我们可以有儿童场的导览 这样子 那就是说 他们 他们的组员 就是非常厉害 他们会 他们就找到一本童书 然后也是大概80年前的 那个一个 他应该算是发明家 然后他就是画了一些草图 然后他也是做一些装置 但那装置都非常的不知所云 就是说 所谓的不知所云 是说 呃 没有用的东西 对 但他却就是想要用一些动物的动力 比如说蝴蝶的翅膀的锋利 嗯 或是乌龟爬行的动力 然后去运转那些 运转那些装置 嗯 然后进而造成一些 日常生活的景观不一样 嗯 所以那一本童书就很适合这个展览 因为有很多装置也是类似这种概念嘛 嗯 对 那就是说 在那个展览 在那个儿童场里面 就是以那本童书作为起点 然后来聊这个展览 对对对 哦 但就是说聊那个展览 小朋友其实还是很 就是小朋友是一个很 巨大的主题耶 哦 就是说你要 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 首先你就必须要 用他们的 他们会有感兴趣的口气讲话 嗯 对 然后不能讲这么快 哦 对 我们刚刚都偏快了 哦 对对对 然后再来是说 呃 小朋友是这样 就是说 毕竟 因为还年轻嘛 所以懂的事情不多 所以你要把它翻译成更简单的方式去讲 嗯 比如说我们讲想象 是什么 想象是什么 他们都大家都讲得出来 想象大概是什么 但什么东西是想象呢 那我就会说 我就跟他们说 哎 大家是不是都有名字 哦 名字其实就是一种想象 对 那只不过这个名字是来自 现在是来自于爸妈对你的想象 那也许你以后会符合这个想象 或者是你以后会想要改变这个想象 就类似这种概念 然后大家就会听得一嫩一嫩的 嗯 对啊 这个他们听得懂哦 呵呵 我觉得他们当下应该有听懂 哦 或者是 他们就是想要摸发卡 呵呵 所以假装有听懂 呵呵呵 所以当下是要说 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然后 就是用这种口气吗 还是是不用 呵呵 我觉得你蛮适合的 我很难这样子 我不是 我就是慢慢的讲 慢慢的讲 对对对 那因为 我跟我搭档的是廖建宗 啊因为廖建宗的太太是很有名的一个 童书插画家 呃 那 就是他有小孩 所以想说 他对小孩子一定会有一定的 的认知嘛 嗯 那我们的策略就是 那个 呃 他就是负责 吓小孩的 对对 他会把那个 那本童书介绍的非常的 尖色 呃 然后我就要负责 赶快的把它转成很简单这样 然后制造这个高低差 然后大家就会笑哈哈这样子 哦 对对对 理解 理解 对对对对 嗯 就是说他就会说 各位知道人类的文明是来自于什么吗 然后大家就沉默嘛 对对对 一定沉默 对对 然后就来自于斜角 就是倾斜的斜角度的角 然后大家就沉默 哈哈 太难了吧 那就是说呃因为建宗哥是就是一个他懂很多的艺术家 所以他这些东西都是具有考究性的 就是说斜角就是说他有个斜度 我们必须要爬升上山或者是要下山 就会造成一个物理的高低差 嗯 所以就是来自于这个东西 概念是这样 可是小孩真的听得懂 嗯 对不对 就是所以你就要赶快翻译 然后或者就是我就会赶快打断他 等一下 小孩说水饺 哈哈哈哈 欸其实这个哏接的不错 嗯 谐音哏这样带过 对谐音哏 哈哈哈哈 但就是说那个是一个就是一翻两瞪眼的场子耶 就是说你不好笑就不好笑 嗯 对 嗯 就会瞬间 瞬现场功力这样子 瞬间会地气压的那一种 就欸 哈自笑这样子 对对对 对 不过那一天就有不错很可爱的小朋友 嗯 就我们就看到他撑场面 哦 对 大家想办法反应不错 就是有他们会住 会主动就对了 对会主动 不会一直在下面这样子 对对对对 哈哈哈哈 还好那天大家 虽然是下雨天 可是小朋友都还没有很厌世 哦 对 所以那天还算蛮愉快的 对 还好是假日 也只有假日 他们的活动都是办在假日啊 哦哦哦哦 对 爸妈才能带的出来啦 嗯 对对对对 嗯 我刚说到那个未来的冲击 对 是不是楼上有书柜 对 哦 欸 你很厉害 你有发现那本书 有 对对对对对 那个 那个就是我 借回来 因为毕竟要写策展论课 所以要借回来看一下 对 但那一本 那一本是 对是他爷爷那个版本 但不是他爷爷那一本 哦 对 那一本现在放在当代馆 那一本是在网络上在找到的 复刻的 嗯 对对对对 哦 好辛苦 哈哈 什么 你说策展人吗 对策展人很辛苦 就要知道很多东西 其实我也就知道这么多 你要是在问我多我就不知道了 对 好 我刚才突然想到 但我哦 讲到小朋友 哈 这个真的超歪的 这完全没有任何跟艺术 不能很地狱哦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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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这跟艺术完全相关 我只是想分享一下我最近遇到的事情而已 就是我前阵子 就是在去台北看这个展览的时候 我住在朋友家 然后也有就是有一个台北的朋友 知道我住在暂时住在台北 然后 我就他就突然打给我 下午的时候突然打给我 我想说 诶是要约我出去吗 还是怎样子 然后我就接下来 我说喂干嘛 然后他就说 喂请问是警察吗 然后我就说 哈 然后就说 我就听到旁边还有小朋友的声音 然后 我就有点议会 好来 你跟警察说你怎样 然后我就说 哦 对我是警察 嘿谁谁谁谁样的不乖 哈哈 然后小朋友下烂 你好配合哦 小朋友下烂的 哈哈 哈哈 你直接就顺水推舟 对然后我一边讲电话 然后一边 我就一边那个YouTube用警车的声音 然后就这样子 一波那个警车的声音超大声 我就说 我要来抓你了 哈哈 嘿你很深刻带小朋友耶 哈哈 你直接就一人分事多角 还有做效果跟他 对因为我就是想说 毕竟我是做声音的 我必须要做一整套 让小朋友相信 他那个 这个 手机传出来的声音是 就是真的来自于警察 所以你是会跟那个 诈骗集团聊天的人 我会跟诈骗集团聊 只要有时间都聊 对啊 然后我也是问他说 我觉得你爸妈知道你在这样吗 但是他们都会骂张话 你直接突破第三道墙这样 就问他这样 对对 你直接没有符合他人数 对 对 然后但是诈骗集团 他们通常都会骂张话 然后就挂掉电话 没礼貌耶 想聊个天也不行 他们有时间压力啊 要下一个 这个没得逞 他就要赶快下一个 对啊 但是我觉得偏没礼貌 因为我愿意花时间跟你聊天 你应该要感激啊 哈哈 没有他们有业绩压力 对啦 或者是银行专员 他们也是有业绩压力 对啊 你跟他聊那么久 结果却不愿意走到 提管机前面 这个是很沮丧的事情 尽量不要浪费大家时间 今天的希望都要在你身上 对 没有这样换一个方式想 就是你救了很多人 有吗 因为你消耗了他的时间 对啊 所以搞不好 搞不好有更好聊的人 可是他说我帮你抽塔罗牌 不堪牌怎么算啊 就帮他抽啊 就是来啦啦 你要 你要 你要自己喊停 然后我就停这样子 但你是会认真讲 他抽到什么牌的吗 你可以唬乱他 认真啊 哦 也可以唬乱啊 反正他是要来唬乱我的 对 他唬乱你就唬乱他 这样子 做一种抱负嘛 对啊 自己也爽 但我觉得应该 我没有照片集团 愿意算塔罗牌吧 因为那很浪费电话钱 哦 因为诈骗集团听说 他们的电话都来自于中国 哦 对对对对 对都是 诶 可是诶 对 他真的是用那种网路电话 不是LINE那一种的 嗯 对不对 对啊 那蛮浪费钱的 我很久没有接到了 现在都是会接到那个啦 会接到就是要不要保险 对对 要不要贷款的 嗯 嗯 哪一种的 我也常 最近啊 常接到 千万不可以 这样讲的不太对 但就是说 我每次都会说 讲完之后说 啊 呃 我可能不需要 谢谢你也辛苦了 这样子 他会觉得你很友善 他就会再一直打来 哦 对 好像不可以这样 我突然有一种 很两难 要立场要坚定 就说你不要再烦我了 也不能讲这样 对 因为讲这样又 又不够friendly 哦 我会觉得有点内疚 因为大家也是出来讨生活的 有时候我真的气不过 我会问他说 你到底从哪里知道我电话的 哦 但他们也回答不出来 因为他们就是公司给他们的电话 对啊 他们就是印表机印出来的 照片照打而已啊 对啊 是不是很气啊 到底怎么知道的 很烦呢 到底谁跟你说的 其实我自己不会觉得烦 因为没有什么人会打给我 所以我就觉得 诶 有人打给我 我觉得很高兴 然后我就 有个互动的机会 对 我就按开通之后 我就放在那边 然后等他讲完话 他就自己关掉 哦 你是不讲话那一拍的 对 哦 要不然下次我们就在这边等 等着录音 有人打 接着我们就开始录音 刚刚聊艺术吗 刚刚聊艺术 诶你知道现在当代馆 有一个人不做展览吗 结果等很久 等到展览都结束了 最近都没有人要打 还是我们自己打过去 好像还打不回去 对不行 他会直接挂断 或是没有接通 他的电话好像是 只能打过来 打不回去的 好像是这样 好不友善 就 对啊 如果要聊完 其实我在看这场展览的时候 我第一印象是很中二 很中二吗 哪里 我不知道是因为对某些艺术家的既定印象是这样 所以我会觉得说 你开第一枪了哦 所以我没有说是谁 就是有一种 就是男孩子气很重 所以 的确这次参染的艺术家都是男生啊 对啦 对 所以说他的这一种 整个在气质上面来讲 他的确是偏男性一点的 实际上没错 但也就是说 因为这档展览 其实他是当代馆20周年里面 他有个系列展的第三档 他总共会有四档 那第三档他讨论的主题是 跟公共艺术有关系 那就是说公共艺术某程度 他就是需要大尺寸的作品 那好像男生艺术家比较多 做这种大尺寸的 所以他就是 默默的就变成是这种阵容 对 就会变成是这样 对对对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 不是不是歧视哦 我刚才那个发言 我刚才想到女权主义者要来了哦 没有啊 我没有 不是这样 不是我是说女权主义者 等一下要攻击我们节目上的言论 谁说只有男生做大尺寸作品 我说大概大多是这样 对对对 而且又要有互动性 对 好像就是说有一些 物理性的什么什么的 好像说理科男好像比较多的感觉 嗯 类似这种概念 就就是渐渐很自然变成那样 嗯 没有特地 就没有刻意的 对对对对 好我们来讲展览资讯 对展览资讯是在台北当代馆 广场跟一楼都有 那是从11月20号到 2022年的1月23号 嗯就这样 然后在台北当代馆 然后捷运中山站 对 出来 哈哈哈哈 想办法你会找到的 对可以啦 很容易啊 嗯对 补充补充一点啦 是说这个展览 主要是跟台湾电力公司合作 嗯 那其实这些作品呢 接下来就是在明年的1月29号 他就会在高雄 就是台电的公共艺术记会声大展开 对那这些作品就会来到南部 所以南部的朋友们 还是要去看展览 对啊对啊 嗯 但高雄的展览也要来看这样 嗯 拜托啦 嗯 那我们要在节目上讲那个 有票可以送 可以讲啊 反正如果你听到票已经送完 那就是5元 你就 就自己去 对 反正你现在听到这个节目 我们现在手上有票 啊如果你想要的话 你就来联络我们 但如果你联络我们 我们跟你说没有 那就是没有了 对 而且现在当代馆是好像馆庆 所以都是均一价50块 50对 对 不然已经涨价变100了 嗯 嗯 好 好啦 今天这一集先差不多这样啦 对 不然再长 大家也是想说 这一集到底在干嘛 不要聊展览吗 哈哈 我们这一集有 轻松有学术啦 好不好 对啊对啊 对对 嗯 对 好那喜欢我们的听众 可以在Apple Podcast Spotify跟KKbox上 搜寻 最新一集的阿特茶水间 Apple用户在Apple Podcast 也可以 给我们五星评价 也可以到IG FB搜寻 阿特茶水间 帮我们按赞 追踪加分享 其他会我们联系 向方资讯栏 有我们的email 欢迎来信哦 好 那今天就 谢谢燕吟来跟我们聊天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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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